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是给予呀 我们今天太缺爱了 你今天连爱都不愿意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给自己的兄弟姐妹 给自己的妻子 给自己的丈夫 请问你能得到爱吗 你能发财吗 今天你发财 是为了让你拿钱 做爱人的事 你看曹德旺发财了 拿钱做什么呀 做爱人的事了 我们今天 有了钱以后 做害人的事情呢 对不对 男人有钱 又是嫖娼 又是养小三 女人有钱 又是换老公 又是红杏出墙 对不对 你能发财吗 你肯定发不了财呀 对不对 你看吴某凡 顶流长得帅有钱 霍霍人家的女孩 把她霍霍进去了 李某迪一个嫖娼 也把自己弄进去了 为什么呀 贵人不做件事呀 贵人做件事 必贱 富人做穷事 必穷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亏妻子亏丈夫 亏爸爸亏妈妈 亏兄弟亏姐妹呀 大家都说了 亚晴老师 你和苏老师好的很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这个好 不是风吹来的 不是算命算来的 不是求神拜佛求来的 我跟我老婆的好 是我们做出来的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反思一下呀 我可以不孝敬我爸爸妈妈 我不孝敬我爸爸妈妈 有千万个理由 对不对 我妈妈一岁左右 就把我抛弃了 我爸爸三岁还要卖我 八岁不让我上学 对不对 但是我孝敬我爸妈 只有一个理由 我妈生的我 没有我妈和我爸 我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要不很多人都说我 秦冬亏 你为什么好了 我告诉大家 我就是在孝和剃道上 做到位了 不光是孝敬我爸爸妈妈 我孝敬我爷爷奶奶 我孝敬我岳父岳母 我孝敬我姑姑 孝敬我叔叔 孝敬我舅舅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把内孝外孝 我都做到位了 还有剃道 我帮助我妹妹 买房子 帮助我大妹妹学理发 帮助我小妹妹上学 对不对 我跟我妻子两个人 还帮助我小舅子买房 帮助我小舅子 救他儿子小吉祥 直播间的朋友们 请问你们除了抱怨家里人以外 你们给家里做了什么 你们做了什么 是不是 大家在直播间里面 买个书都说了 秦冬亏是骗子为了卖书 请问我骗你什么了 你买我一本书 我也发不了 你也穷不了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建了寺庙 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成立了博爱图书馆 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成立了 北京明文公益基金会 至今为止 不断的做慈善 拿到了政府的 那么多的奖状 直播间的朋友们 请问你们做什么了 我能不好吗 我今天天天在捐爱 天天在布施爱 包括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讲课 也是在捐爱 我在推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 也是在捐爱 感谢阎武 我们自己想一想 请问你们都做什么了 我们今天买个书 还说我是骗子呢 听我讲了课 还说我是骗子呢 请问 你们今天买一本书 能有我捐的多吗 能有我做的慈善多吗 你们能发财吗 我们今天要知道 古人讲的舍和德 舒服的人是舍得给予的人 我们今天除了抱怨 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直播间里面 真正送礼物的人从来不连累 不送礼物的人动不动还说 哎呀 秦老师是不是送礼物多了 你才排卖呢 还有的人说 你能不能把送礼物那个功能关了 让别人送不了礼物啊 你就是想让别人送礼物 对不对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管好我们自己呀 创造我们奇迹呀 当我们说别人不好的时候 请问问我们自己都做什么了 我们自己都做了什么 我们想一想 我们今天的这颗心 我们今天所作所为 我们该发财吗 祖宗该保佑我们吗 我们自己问问自己 光说秦东会跟苏雅两个人好 我们今天为父母尽孝 为兄弟姐妹付出 我天天做慈善捐款 至今为止 我告诉大家 真正践行了十方 圣贤说的话 越舍越得 不舍不得 不舍不得 我今天在做的这些事情里面 我告诉大家 我越来越好啊 我最好的时候 我告诉过大家 我受邀参加了建国七十周年阅兵师啊 我一生的荣耀啊 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大家在平台都可以看到 有目共睹啊 我满墙上都是荣誉证书啊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点个赞还说 我手累了 对不对 让你们供个祖先 我家没地方 让你爱你老婆呢 我老婆脾气大 让你帮助你丈夫呢 我丈夫爱喝酒 让你孝敬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我妈偏心 你看看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找了多少多少的借口 在做这类的事情呢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今天哪一点做对了 哪一点是该发财的 哪一点我们能把自己的内德做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今天大家学习 翻出良心来 问问自己的这颗良心 秦东奎给你们讲什么呢 秦东奎讲古人的东西 告诉你们夫妻恩爱 孝敬你爸爸妈妈 祭祀你们家的祖先 教育好你们的孩子 不要被风水大师骗 不要买一些风水摆劲 我们不要给骗子摇旗呐喊 我还告诉大家 不要随便加别人的私信 一旦被别人上中受骗 我至今为止 不募捐不画园 没说过一个学生 因为我认为我一辈子都在学习 我还是学生呢 所以凡是打着我的招牌 说是我的学生 拿着和我照相的照片 说是我的学生 都是骗子 都是骗子呀 我们给骗子不要摇旗呐喊 我们给骗子不要去 站桩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今天讲的都是你们可以做到的 没有做不到啊 感谢刘恒成 我们今天能不能真正的把自己做好 一本书啊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凡是给我送礼物的 绑一绑二绑三 我能送的礼物全送了 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我们今天真要做好自己啊 我为的是什么 我为的是做中国文化的搬运工 我为的是把老祖宗的文化传承下去 我只能把所有的文化 用我80后的思想 把我的空闲时间拿出来 给大家讲课 至于你们 想不想孝敬你爸妈 夫妻愿不愿意恩爱 愿不愿意把你们家的孩子培养成 动良之才 愿不愿意孝敬你爸你妈 那是你的事情了 我只能把你扶上马 送你一程 就像古人讲的话一样 老师领进门 学习在个人啊 我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 我都没认为我在帮你们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认为我在帮我自己 我学习17年 我觉得我一天没学就像丢了花 我觉得我一天没有学 我的得就没有进 过就没有改 我今天讲课的目的是给我自己讲的 不是给大家讲的 我为了让我 得日进过日少啊 年轻人无限好啊 这是我讲课真正的目的啊 我讲课的目的 为了落实老师的教会 为了解决我爸爸妈妈的复杂的关系 为了解决像我爷爷奶奶 受到子女不孝顺的事情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啊 我一直在学习呀 对不对 所以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放开的去学 不要上当受骗 永远解决自己的问题 除了自己不是大事 我们之所以被骗 就是因为走捷径 就是因为贪 所以就出问题了 我们今天下功夫啊 真的要下功夫啊 所以我们 要真正的明白 真正的爱事给予 不是索取 给予才是最伟大的爱呀 最伟大的爱呀 所以我们人在世间 一定要活出 人性的慈悲和德性 人性的慈悲 人性的德性 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奇迹呀 要对别人奉献出我们的爱 要多说一些吉祥的话 不说尖酸刻薄的语言 当你在谈论父母过失的时候 你的孝心就已经消失了 现在很多子女 除了对爸妈的抱怨 夸父母的人太少了 真的是这样 直播间的朋友们 言语敏 奉字敏 是指言语能够包容忍让 多说好话 不说坏话 忍住气话 这样就能点少不必要的冲突 怨恨的事情也就自然消失不生了 言语为福祸之门 一切法得成于忍 如果我们今天能让自己的嘴巴 句句声话 说出的都是吉祥的言语 而不是尖酸刻薄的言语 就可以避免很多祸 要是能从言语上 忍让怨恨和愤怒的情绪 也自然就会消失了 当你怨恨你的丈夫时 当你要怨恨你的妻子时 你可以把她想成圣贤 想成菩萨 你再想想你敢不敢对菩萨发脾气 你敢不敢对祖先发脾气 你敢不敢对圣贤发脾气 对不对 你不敢啊 你这么一想肯定不敢 那这个火就止掉了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们内心有畏惧感 敬畏心 对不对 我们今天把爸妈当圣贤 我们今天把妻子当圣贤 我们把丈夫当圣贤 你敢和他发脾气吗 你敢和他生气吗 爱都来不及啊 我们恭敬都来不及啊 火自然就熄掉了 我们自己想想 那我们对亲人 为什么可以说出尖酸刻薄的话呢 我们对爸爸妈妈 为什么能说出尖酸刻薄的话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对丈夫妻子 对公公婆婆能说出 尖酸刻薄的话 哪句话不好听 说哪句话 更有很多儿媳妇 打婆婆 打公公 还有很多儿子 打妈妈 打爸爸 更有很多女婿 跳着跳着 骂丈夫娘 骂岳父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错得离谱啊 真的错得离谱啊 所以说一本弟子归 教会了我们做人 一本弟子归 教会了我们做孝子 一本弟子归 解决了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本弟子归 教会了我们如何当公民 如何当老板 如何当员工 一本弟子归 让我们更有道德素质 更有人格魅力啊 这本弟子归 我告诉大家 累见此书啊 认真去看呀 我们才能创造奇迹啊 非常了不得呀 不要轻视他呀 这本书太了不得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要下功夫啊 你不下功夫 肯定不行啊 多好的一本书 我们自己要去学 要去努力 不学不努力 肯定不行 不学不努力 肯定不行啊 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对亲人 为什么可以说出 尖酸刻薄的话呢 因为亲人对我们好 我们反而没有敬畏心 没有感恩心 我们太爱自己了 自私自利 我们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 而没有亲人的恩情 所以说并从口入 或从口输 嘴可积福 也可招货 直播间的朋友们 嘴可积福 也可积货呀 我们大家要懂得啊 我们大家要懂得啊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 现在很多人 很少能做到言语忍奉自民的 很多没有遇到波折的人 不知道人生其实是充满了酸甜苦辣 除了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能包容你以外 谁还把你当一回哨 今天你要不是有几个臭钱 要不是你手中有点权力 我告诉你啊 你什么都不是啊 对不对 领导会退休啊 老板会破产呀 真正的人品是你一生的通行证 直播间的朋友们 释迦牟尼佛的通行证几千年 孔子的通行证几千年 老子的通行证几千年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有哪个国王的通行证几千年 没有 就是个历史 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 对不对 能传承下来 连那么兴盛的唐朝 也不过如此 剩下几座 孤零零的皇陵 只有人品啊 你看佛教的寺庙 孔子的孤零 老子的楼关台 有多少句逢香礼拜的 学习圣贤教会的 我们讲讲 人品才是你的通行证的啊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要努力啊 所以说 有钱不要嘚瑟 有权不要嘚瑟 没用 真的没用 你有权我也不找你 你有钱我也不借你的钱 但是我最忠敬的是 你有人品 你能孝敬你爸妈 你能厚爱你手足 你们夫妻能恩爱 你又能踪迹守法 不违背论理道德 你有个好人品才对啊 我们今天 是不是真的懂得明白 对不对 人品可以通行 通到哪儿 你路路顺畅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下功夫啊 认真去看呀 对不对 认真去学呀 我这么多书给大家签名 为什么 鼓励你们呀 只要你们喜欢 只要你们认真看 我都给大家签名 签名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让你们看 一本书虽说是几十块钱 大家也不要浪费这个钱 下了单 一定要学习 不需要不必要下单 我的所有书都给大家签名 今天明天 最后再不签名了 为什么呀 签名是为了鼓励大家学习 你不学习 我签名我也签不动啊 我们今天去学呀 我们今天去认识呀 对不对 我们今天创造奇迹呀 这样才对呀 这样才对呀 很多没有遇到波折 人不知其实 人 不知道人生 其实充满算天苦了 我常说 要想增长智慧 最好的方法 第一 栽更头 第二 栽大更头 第三 栽更大的更头 之后 你就明白了 你就真正的明白了 你不然的话 你不明白呀 你不然的话呢 你不清楚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怎么知道这一本经讲弟子规里面的内容有多好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栽更头多了 我们的脾气自然就要消磨掉了 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才能控制未来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 是为了把我们叫醒 不是让我们睡得更像 你在人生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波折 关键在于是不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脾气是人生最大的障碍之一 这个事情我是深有感触的 因为我过去脾气很大呀 动不动哭三个脸 发脾气的时候 我真的抱着电视机从楼上都扔下去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脾气呀 我们自己想想 这是我最大的脾气 过去不是这样的 过去不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想想 这就是我们大家真正懂得 我们如何去做了 开始学习弟子归教诲 学习圣前教诲以后 脾气就好多了 有很多以前的朋友 现在见到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你怎么变了一个人啊 对不对 变了一个人呢 尤其有孩子以后 有一次生气的时候 我摔了一个水杯 很奇怪 孩子很快就学会了 他拿着玩具就给我扔了过来 我看到以后就想 一定不能给孩子做个不好的榜样啊 做个不好的榜样啊 所以才更快的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有很多人对我说 我虽然知道自己的个性脾气不好 可是就是改不了 我告诉大家 是你不想改啊 你要想改 你肯定改得了 你想改只有一个理由 为了好我对自己的缺点 斩尽杀绝 除非你不想好 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我们自己想想 就是这么大的事情啊 现在很多小孩 从小就顶撞自己的父母 其实这都是由于 我们对父母不恭敬所致 当我们对父母有顶撞时 被孩子看到 他就学会了 他就学会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吗 复应件的问题 一定是原件的问题 一定是原件的问题 这是我们大家要真正懂得和明白的事情 和明白的事情 我们物以认为孩子脾气大 孩子很倔 实际孩子的倔强 孩子的脾气 全是跟我们学习的 全是跟我们学习的 另外 人与人相处 也要特别注意 讲话的语气 是不是很急 很大声 因为对别人来讲 可能会物以认为 你在骂他 很多误会 也会因此而产生 产生之后 大家内心就会不愉快 就会不愉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言语的修养 管好我们的嘴 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这张嘴 都喜欢我们这张嘴 让每一个人都特别爱听我们讲话 我们要用智慧去说话 要不我说 古人讲什么呀 古人讲 巴掌不打笑脸汉 对不对 我们今天说话 柔和 好说也是说 坏说也是说 我们为什么不好说 非要坏说呢 这是我们大家 应该要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知道的事情 我就像我遇到一位女士 夫妻两个老吵架 有一天这个女士就跟我说 她丈夫有三高 可昨天晚上又去喝酒 她很生气 就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 说你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早晚要把你喝死 谁知道她丈夫就说了 我喝不喝死管你屁事 你管的也太宽了 我要喝死了 你还变成寡妇了呢 你看夫妻两个人说话 就是这么难听 两人不光电话力吵 丈夫回来以后 两口子喊打架 我就对这位女士说 你说话柔和一点 你对丈夫这么说 哎呀老公 你这次喝完酒以后 不能再喝了 你看我和孩子都离不开你 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家里还有父母兄弟姐妹 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医生说你有三高很严重 一定把自己保护好 我们这么多人还指望你呢 你看你说话中 有了关心 对不对 那你的丈夫的状态 那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你看如果这话这么说了 那她老公也一定不会和她争吵了 这个女士一听很有道理 就回家照做 从那以后他们两口果然没有再吵过家 我们同样是在说话 为什么不能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在关心他呢 同样是一个方式 我们为什么说话就要像对敌人一样呢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嘴巴说话羞食一下呢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说出来的话 让人人都爱听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的了不得了 我们人挣钱为了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三个基础 第一要情人一样的生活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夫妻之间要过情人一样的生活呀 我到现在为止把苏老师都当情人啊 我经常给他买花 给他经常送礼物 经常给他发红包 天天找着节日啊 来帮助他呀 让他开心啊 我们自己想想 所以说 幸福的生活一定是 情人一样的生活 夫妻之间要很幽默 对不对 苏老师说了 秦老师不行 你要贴个面膜 我也贴个面膜 他说不行 我要跟你照张相 咱俩发个朋友圈 我说赶快发吧 鼓励他呀 对不对 他让你干啥干啥吗 他说你看 我看着才二十多岁 你不贴面膜 你就衰老的快 不行 你要年轻 我们自己想想 我跟苏老师到现在为止 都是这样 一起推面膜 一起收拾自己 一起涂脸呀 对不对 那这就是情人一样的生活呀 我是我的 眼睛里面全是他呀 他的眼睛里面全是我呀 对不对 早餐早餐午餐午餐晚餐 那都做得非常好啊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人家今年是本命年 他跟我说 他不喜欢穿红衣服 我告诉大家 我一个男士啊 天天穿红衣服 大家有没有注意 今年直播的时候 我红衣服穿的最多 对不对 人家说了 本命年穿红衣服好 我为了让他好啊 对不对 那他不喜欢穿呀 那没办法 我就天天替他穿红衣服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一个道理呀 这就叫情人一样的生活呀 我和苏老师结婚 17年了 我们自己想一想 17年如一日 像刚结婚一样 这不是情人的生活吗 你们怎么能把日子过成那样呢 我就想不通 对不对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挣钱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三个基础 大家记着啊 三个基础 第一 情人一样的生活 夫妻之间要很幽默 像对待情人一样 这不是让你在外面找情人 妻子就是你最佳的情人 丈夫就是你 最佳的情人啊 你都不知道 我经常给苏老师说什么呀 我说你胆小 你别生病 你生你呀 你的病全让我得了 我替你吃药 我经常就是这么说呀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苏老师过去非常瘦啊 没办法我给他起了个小名 叫啥 叫小胖胖 就是为了让他胖胖一点 让他身体好一点 人家过去才九十多斤 生完我们老大以后身体一直不好 天天我给他找医生 我们自己想一想 对不对 我们要这样去看呀 所以说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又者后 对不对 我们今天 要是真正懂得以后 真正明白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说 妻子就是你最佳的情人 最佳的知心朋友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对不对 你老婆就是你的最佳情人 你丈夫就是你的情人 就是你的最知心的朋友 妻子是陪伴你最久的 丈夫是陪伴你最久的 两口子同居一室 要过像情人一样甜蜜的生活 直播间的朋友 你们能做到吗 你们天天出了指责就是指责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欣赏 不是指责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弟子归你们要认真看啊 我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要认真啊 要像情人一样甜蜜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非常甜蜜 我经常出差回来 就给人家买东西 我告诉你 人家有很多面门化妆品 都是我给人家买的 首饰也都是我给人家买的 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真要用心啊 就是这样啊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男士 你们谁对得起你妻子 你怎么样让你老婆忘你 你老婆能忘你吗 你对人家什么态度 对不对 我经常说呀 我老婆就是我的财神 大家在看苏老师对我的态度 对不对 男人啊 爱妻子要像女儿一样宠 妻子啊 爱丈夫要像儿子一样宠 在外捧丈夫如天 在家爱丈夫如子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去做呀 这种日子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 大家要这么去做呀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只管要求自己 不要求别人行不行 你们为什么老要求别人啊 要求别人是病啊 管人不是朝气就是朝恨啊 对不对 第二相敬如兵 要尊重对方的信仰 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 尊重对方的兄弟姐妹 还要尊重对方玩游戏 玩手机 尊敬对方 对不对 他喜欢玩手机 你就让他玩 他喜欢打游戏 你就让他打游戏 他想打麻将 你就随他去 不用管他 人家为什么打麻将 人家为什么看手机啊 你在人家跟前 没有新鲜感呀 你没有吸引人家的地方呀 人家跟你在一起 像木头一样 人家不看手机 人家不玩游戏 人家不打麻将 对不对 我们要把自己活得精致一点 男的经常把你弄得帅帅的 对不对 经常把自己弄得津津津津的 有素质 有涵养啊 女的经常把自己弄得成像个小女人样 温温柔柔的 丈夫每天看到你 都有新鲜感呀 麻将把他吸引不了啊 玩手机也玩不了啊 我们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连丈夫都吸引不了 我们今天连手机都争不过丈夫 对不对 我们今天让麻将把丈夫吸引去了 你作为一个妻子把丈夫吸引不过来啊 我们错了 大错太错了 我们今天完完全全错了 对不对 相近如并 忠敬对方的信仰 忠敬对方的生活习惯 忠敬对方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都已经学偏学乱了 天天除了指责 满脑子就是抱怨 你们抱怨有用吗 你们指责有用吗 你们连个麻将都争不过呀 就像我跟我爸一样 麻将争我爸 我争我爸 对不对 我们是主演 不要变成配角啊 我们今天错了 我们太无用 太无能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错了 对不对 我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味的 我们的家庭是多姿多彩的 对不对 苏老师一顿麻辣香锅 我就多吃两碗米饭 人家一个酸辣粉 哇 我吃了太过瘾了 我出差几天 就想吃人家的饭 我就快速回来了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是不是 人家满身都是亮晶晶的优点呀 看不完呀 我们自己想一想 自己没有人格魅力 自己没有过得精致 自己把自己变成了 丑女人变成了油腻大叔 请问 这叫情人的生活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错了 第三 朋友一样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知己 要无话不谈 无话不说 我跟苏老师经常说话交流 话太多了 我们经常说的半夜三更 各种各样的思想 我出差回来告诉他新鲜的东西 他告诉我两个孩子 什么样的情况 告诉爸爸妈妈 告诉亲戚 告诉朋友都说什么了 我们经常说不完的话 我告诉大家 我们两个人话太多了 朋友要一样的关系 知己呀 要无话不谈 无话不说 我们什么都能交流 对不对 我们交流到成龙明星 我们交流到普通老百姓 交流到迷糊桃源 甚至交流到泡温泉 是不是 我们今天要这样生活呀 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的夫妻生活 有没有像情人一样的家庭 有没有相敬如宾 有没有朋友一样的关系 我们今天完全学坏了 我们完全学错了 对不对 一个一个的 在家里的女士 把自己学成什么了 把自己活成什么 苏老师也在家庭啊 她也是家庭主妇啊 我告诉她 她这个家庭主妇 不是一般的主妇啊 不是一般的主妇啊 善于学习呀 研究美食啊 经常性把自己画得很精致啊 晚上还要贴个面膜呀 对不对 动不动还描个眉呀 随时随地换个衣服啊 还带个发气啊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看我今天怎么样 对不对 人家把自己弄得比上班的人都精致 比大老板都有思想啊 请问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把自己过成了什么 我们把自己过成了怨妇 过成了母老虎 难得把自己过成了油腻大叔 过成了怨妇啊 我们自己想想是不是 而且我们不能总把利益挂在嘴上 我们要把真情挂在嘴上啊 把钱放在第二位 钱是服务我们生活的 我们要把真情挂在嘴上 把钱搁在第二位 我们要把修养放在第一位 你真正的对对方付出 感情就会有所收获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光想收获呢 你们 学的什么呀 我学的这些东西 全是弟子归这个书上 全是中华文化里面的 我们想想 孔子讲的 冰冰君子是什么 我们自己想想 冰冰君子是什么 我们今天把这种精致的生活 要活 要学的 很自然 要学的很自然 你不要学的 那种 蹦手蹦脚的 不要学的让别人认为 你怪异了 对不对 我们要融入生活呀 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呀 你真正的对对方付出了感情 就会有所生活呀 第二学习圣贤教诲 第一要立志啊 第二要立行啊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要立志啊 我们要做什么呀 所谓的金刚志 第二呢 我们要立行啊 把圣贤教诲 跟在孝道 践行在生活中 经讲弟子归 一定要生活化 工作化 现代化 年轻化 时尚化 经济化 我们要把它融入到生活啊 点点滴滴啊 你们都学成什么了 天天念呀 天天放生啊 天天不懂生活呀 天天在那儿 学得神神叨叨的 要不就去找大师了 要不然就去算命看相了 要不就是满屋里都供的佛像 要不全部都放的经书 大清早别人没起床 就开始念念念念念 念得全家人烦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今天学成什么了 这是学习吗 圣贤是这么教的吗 对不对 我们今天越学越自在 越学越快乐 越学越时尚 越学 越有涵养啊 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 要不我说直播间的朋友们 每一堂课都不可复制 大家认真去听啊 大家认真去学呀 我们应该知道 道的含义 左边是守 代表的首先 右边代表的车车 代表的立行 既有道德的人 首先要立行 这才是道 要求自己去做 要求自己去做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最重要的是 以身作则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你做到自己的修养了 孩子会有修养 因为原件出了问题 复应件才会出现问题 你做到了孝顺至极 那你的孩子 也一定会做到孝顺至极呀 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能听懂吗 能不能听懂 能听懂大家打球 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坚持的学下来呀 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好不好 大家能听懂吗 能听懂打球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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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